这是一个大文件夹,里面有很多的子文件 只是进去看一眼里面的资料就觉得有些累了 更别说你要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 比如你的任务是把这些分散在各个文件夹里的文件 合并到一个文件夹里,是不是感觉有些崩溃呢 其实知道了技巧,就几秒钟的事 在右上角的搜索区域,输入大写的not,也就是not 空格,接着输入种类,冒号文件夹 或者英文的not kind folder 那这个文件夹里,所有的文件都平铺在了你的面前 你可以方便的查看,或者将它们批量的分组复制 如果你既要查看所有的文件,又要知道它所属的文件夹结构 那么接下来这个技巧就用得上了 在仿达里,将窗口调整到列表模式 然后按下option,再点击文件夹左边的箭头 所有的文件夹都展开了,并且显示了里面的文件 再次按下option点箭头,这些文件夹又折叠回去了 在我们整理文件的时候,需求不是单一的 经常会出现既要又要的情况 比如我通过查看简介可以知道一个文件的大小 那如果是三个文件呢,用这个方法就会弹出三个窗口 我既要它显示文件的大小,又让它自动的把这些大小加起来 那可以选中它们之后,按下option,再点击显示简介 就会看到合并后的数值 在列表模式下查看文件,我们可以让它以种类排序 也可以让它们按大小排序 但是这两种排序呢,完全不兼容 如果我既要让它按种类排序 又要在种类排序后,再按照大小排序 应该怎么操作呢 先点击群组,选择种类 这个时候文件就按照种类分开了 再去点击大小 那就可以在不打乱种类排序的前提下 将它们按照大小排序了 在搜索的时候,我们输入的关键字越多 出现的结果也就越少越精确 比如我输入苹果,就不会有香蕉 输入香蕉呢,就看不到苹果 但是,我既要搜索出来的文件 有苹果,又要有香蕉 直接输入苹果香蕉 电脑可读不动你的心思 最后就是啥都看不见了 这个时候,可以输入苹果,空格 然后大写的OR,再空格输入香蕉 那搜索结果里,既有香蕉,又有苹果 文件数量越多 这种方法的效率就越高 能让你按照自己的心意 捞到需要的资料 在仿大的右上角输入搜索内容 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存储和加号 这是创建智能文件夹的窗口 说白了,就是保存你的搜索结果 以后任何符合要求的新文件 都会自动的出现在智能文件夹里 比如它现在的结果呢 是苹果或者香蕉 那么将它存储 在侧边栏就能看见这个智能文件夹 现在呢我新建一个文件,名字里面也包含了苹果 智能文件夹会自动刷新 并出现我刚才建立的内容 点击存储右边的加号 可以创建更加复杂的规则 点击其他呢 还能看到更多的自定义属性 刚才我们使用过的苹果OR 香蕉的文件规则 也可以在这里面用智能文件夹来呈现 按下Command加F 激活搜索 先选名称匹配苹果 然后点击加号 再选名称匹配香蕉 现在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你点击的加号越多 限制就越多 诀窍就在于你要按下Option 加号变成三个点 点击这三个点会出现 满足任意条件即可的选项 在满足任意条件即可的下面 我们重新创建两个条件 包含了香蕉和苹果 就能看见和刚才一样的搜索结果了 并且你还可以存储搜索结果 以后所有符合条件的文件 都会自动的出现在智能文件夹里 在节目的最后 给出三个访达设置的小建议 也是我在节目里面反复提及过的 第一 访达默认打开文件夹是最近使用 我不是很习惯看起来有点乱 可以在仿达的设置中 将新开启的窗口改成桌面或者下载 第二点击编栏勾选影片音乐 在你的仿达侧面栏里 就会出现对应的文件夹 同时我也会将最近使用的选项取消勾选 第三在高级选项里面执行搜索 默认的是搜索这台Mac 可以将它修改成搜索当前文件夹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这里是Mac云和当我是修康 让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